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段的话 主要是这个建墙的5号 然后每个建墙要建墙到位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把这个建墙做满了之后 我觉得这一段拉下来会很好听 一点问题也没有 好 笑笑 各位 不好意思啊师哥 我来了 你们又想我 等一下 不是说不穿这个的吗 换个风格也不错啊 是这样的呀 嗯 你今天晚上不是有工作吗 你怎么来找我了 论文迪雷 退迟了 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可以一起吃晚饭 太好了 终于不如老年式散步了 你们逐运哦 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 练完了吗 嗯 收东西 吃饭 那你等一下啊 嗯 师哥 都这个点了 怪不得有点饿了哦 那你 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吗 可以吗 好 那太好了 可是我怕故意成不愿意 可以啊 可以啊 顾医生不介意就好 那我 就一起参与一下吧 好呀 没办法 你看我们年轻人 就是喜欢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 你早上不是说一块吃饭吗 择日不如壮日 我看今天就很好 走了 修好了 走吧 哎 我刚才 跟顾医生推荐了那家学校附近 你最喜欢的餐厅 顾医生也同意 是吧顾医生 嗯 对啊 干净 健康就好 走 走 走 师哥师哥你往这边坐点吧 待会儿从你那边上菜 好 小小 嗯 你坐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下面 时间久了容易感冒 很容易得关键炎 坐过来一点 我们还是让绍姜来点菜吧 师哥你点吧 今天也要谢谢绍姜 这么地照顾我们家绍姜 还是笑笑点吧 去国外之前我们经常来 才知道什么是招牌 好呀好呀 那我点吧 你们想喝点什么吗 水就好了 师哥呢 就喝我们之前经常喝的那个 五股杂粮饮对不对 我明白 心有底 等一下小小 五股杂粮饮里面是不是有花生啊 你对花生过敏 我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不会的放心吧 这家店没有花生 可以随便吃随便喝的 是吧师哥 那是 这可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权益 还记得吧 当然了 记忆犹新好吗 好像那一年 我是高二吧 然后也上大学了 我去看你们校乐团的演出 结束以后就在这儿跟你一起蹭饭 我一开心就忘记我花生过敏了 我就狂吃调那个料 最后就真的过敏了 我就只是去了一趟洗手间的功夫 一回来 发现你整个脸肿得一塌糊涂 浑身都是红疹子 老板 吓坏了 他陪着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说话都在抖 说 这辈子再也不在任何菜里面加花生了 我记得你当时报警的时候 那手抖的呀 就像抖弓一样 然后你们当时带队那个老师都急哭了 你还记得吗 是周老师 不是周老师 是姚老师 姚老师是吗 对呀 戴眼镜那个 你老把他们两个老师给弄火了 对对对 戴眼镜那个是姚老师 太有意思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两个聊的你可能不太清楚 不会啊 很有趣 那就好 嗯 服务员 你好 点完了 谢谢 不客气